第1隻精選港股是網易9999 國家新聞出版處上星期發放了新一批網絡遊戲版號 以未審批程序進一步恢復正常 手遊股的政策風險有所減少 網易重磅新遊戲將會在6月23日在中國上線 有望綠得強勁的營收利好股價表現 要捕捉手遊股板塊的行業機遇 業務更集中的網易是龍頭股當中的狡階選擇 網易股價今年的累計升幅有一成左右 展示出良好的防守性 上星期升8%再度創出今年的新高 策略上後市企穩170元之上可以考慮追入 否則後163元以下級 上網188元失手150元便要止虧 第二隻精選港股是李寧2331 隨著內地疫情緩和 加上電商年中最大救密性會618網救折即將來臨 李寧近期股價回升突破下降軌 李寧第一季銷售表現符合預期 公司全渠道銷售實現20%至30%增長 李寧持續優化渠道結構 經營質量整體向好 考慮到公司的庫存水平比同業好 以及零售效率持續提升 預期業績增長能夠在疫情受控之後快速恢復 對公司全年營收有高雙位數的快速增長 仍然保持樂觀 李寧作為品牌消費龍頭股 目前是收集的好時機 一旦整體銷售回復增長獲得確認 股價回升勢頭將會延續 策略上李寧上星期收報65.35 稅送目標價是$83 高盛體$91 投資者可以先以$70作為目標 跌穿$60便要止虧 今天和大家跟進的美股是軟件股Salesforce 股份代號是CRM 要生意長做長有 產品服務固然重要 但客戶關係的管理更加不可缺少 利用客戶數據進行分析 繼而作出準確的營銷決策 不單止可以帶動生意額 更能夠有效保留舊客戶 孕育具潛力的客戶 以至發掘新的客員 靠客戶關係管理軟件起家的Salesforce 超過20年以來一直走在行業的最前線 近年開始將它們的混沌優勢 伸展到不同功能和行業範疇 預期中可以延續高增長 SARS企業其中一個關鍵指標 叫做剩餘里約價值 Salesforce 截至4月底為止 總剩餘里約價值達到420億美元 增長20% 當中未來12個月內可以確認收入 近期剩餘里約價值有215億美元 上升2乘1 兩個數據都足以反映 未來收入要維持高速增長是毫無難度 再加上近年物物併構所帶來的協同效益 正逐一顯現 可以預期盈利會繼續高速增長 Salesforce 一直都有能力保持增長 股價售壓主要是因為盈利表現仍然波動 但其實它公司的質素比起很多增長股更強勁 所以如果認為美股逐步回穩 Salesforce 是一隻值得考慮的價值型增長股 這是回來了